各位推特好,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js系列教程,我是朱家老师大地,那从这一讲开始的话,我们就正式进入这个项目实战,那这一讲的话,我们主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CMS内容管理系统的一个框架的一个搭建,那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要实现的一个功能啊,就是搭建这样一个框架,这是我们的一个登录页面啊,登录页面,然后这里边的话进去啊,进去是我们的一个后台管理一个页面, 然后在这里边点击啊,点击这里边的话有列表有增加啊,就是主要是这么几个页面,以及这里边这个路由的一个配置,以及我们这个后台这个框架的一个搭建啊,那现在接下来我们就从零开始给大家啊,开始搭建我们这个呃,科瓦的一个CMS内容管理系统的一个框架,那首先的话这里边啊,这里边的话,我们这里边有个空的一个项目啊,大家这里边我安装了一下这里边的这些依赖啊,因为回头可能会用到,那用到我们回头就呃, 不安装了,我就直接告诉他,我们用到了哪个,我就直接引入了啊,这是我们前面都学过的,那这里边的话有一个啊,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路由的项目,大家看一下,时间引入科瓦,引入科瓦router,然后实力化科瓦,然后接下来通过router.get来配置路由,然后再接下来启动路由,这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讲的,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从零开始给大家搭建一下啊,类似于,实现这样一个后台管理系统的一个架构啊,类似于这样一个架构啊, 他这里边有好多功能啊,我们这里边,呃,这只实现了这个啊,回头我们得一个一个慢慢去实现,我们首先把这个架构给大家搭建起来啊,行,那首先的话,我们这个一个项目的话,我们这里边首先要有谁呢,要有静态文件,那静态文件的话,我们一切放到这个static下边,对吧,那这里边的话,我们也可以参考官方放到public下边啊, 就这个文件,就这个文件放的是我们静态文,静态资源的文件,比如说图片css,还有我们的javascript啊,这都是前端相关的东西,然后再接下来这里边啊,还应该有我们的一个啊,模块对吧,模块啊,啊,module也可以叫model,对吧,都可以,都可以,那我们有些人叫model,那我们就写个model,对吧,都行,这就是回头,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封装那个数据库,db数据库,对吧, 啊,我们放到这儿,包括我们可能还会封装一些其他的一些模块,那我们就放到这儿啊,这叫model,然后再接下来这里边还有谁呢,还有我们这个,呃,静态html,也可以说模板,模板的话,我们就放到vios, vios,就放到这个文件里边,对吧,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目录结构啊,项目的目录结构,那接下来的话啊,那这里边还有啊,还有就要注意我们这里边路由的话,你要实现这个模块,不然这个页面太多的话,或者我们这个项目比较大的话, 你都写到这个里边比较乱,所以这里边我们再新借个,新借个文件叫rutes,这里边就是我们回头的一些层级路由,也可以说子路由就放到这儿,啊,子路由就放到这儿,这就是我们这个项目的目录结构啊,当然naudmodels就不说了,它是我们第三方模块啊, 那这个项目录搭结好以后,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回到我们这个项目的功能,对吧,那项目的话,我们分为,啊,分为什么呢,分为前台后台以及API, 当然我们主要着重写实现API,首先着重实现这个后台,后台实现完成以后,我们再看前台以及这个API如何去实现啊, 所以我们,呃,首先把塞大模块搭结好,搭结好以后,我们再把这个后台这些模块搭结好,搭结好以后,然后接下来把我们的对应的这个静态页面,啊,切套到我们这个项目里边,啊,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架构就搭结好了,搭结好以后,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连接数据库实现我们这里边的一些,啊,一些数据的管理啊,数据的管理,啊,那行,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首先 这边还是啊,配置这个路由啊,配置这个路由,就是根据我们这里边这个三大模块,以及这里边的一些,呃,子路由,我们来配置我们对的一个路由,那路由的话,这里边有这么三个,呃,三个三大模块呢,就是有这个叫APP,不叫APP,叫API,啊,API,啊,API,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这个enemy,以及这个,切他的一个index,对吧,那这里边的话,我们首先把API搞定,API的话呢,这里边也是一样,我把这个,呃, 这个科码router引入进来,引入进来以后,然后接下来这里边配置路由,配置路由,API,API要注意啊,API里边的话,我们就写写简单点啊,就配置一个叫APIrouter.get,get一个斜杠,然后这里边来一个function,啊,来个function,当然这里边要注意啊,我们要用这个async,啊,async,这里边是个function,OK,然后再接下来的话,我们这里边通过context.body,啊,context.body,返回点数据啊, 然后这里边我就叫它等于一个叫API接口,啊,API接口,那如果大家有些东西这个路由会配置的话,你就可以往过跳一下啊,因为这个我们照顾一下这个有些新手,对吧,然后再接下来这里边我们暴露这个router,那就是通过我们module,module.express,这个上角给大家,前几角给大家加过,express等于我们这个router,router这里边我们再写个什么呢,叫router下面的route, router下面这个route,啊,那接下来这个就配置好了,配置好以后,那接下来我们再复制啊,复制什么呢,还有我们这个enemy,然后还有谁呢,还有我们这里边的这个index,index,那这样三大模块就配置好了,配置好以后,接下来这里边叫后台管理,然后这里边叫什么呢,叫切台首页, 现在首页啊,ok,那三大模块就搞定了啊,搞定了,搞定以后,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在我们app里边,相当于就是啊,相当于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更路由啊,更路由,我们要做转发,根据不同的地址,我们要转发,那这里边首先第一个叫什么呢,第一个我们需要引入对应的模块啊,叫引入 啊,模块,那就是引入我们三大模块,就是vr一个index等于require,啊,require谁呢,require这个,呃, 这个rooters,下边的我们这个index啊,就这样一个一个把它引入,当然待会我复制一下,把它都引入啊,引入它,引入它以后,然后接下来再继续再引入这里边是叫api,啊,api,然后这边还有enemy啊,首先把它引入,引入以后,接下来我们这里边呃,配置就是像在配置层纪录有,那怎么配置呢,因为我们暴露的时候,这里边已经把这个router点root给它写了,所以我们 我们接下来在这配置的话,我们就直接这样写啊,我们首先app点一个叫 柚子啊 啊,或者我们这里边应该叫router点柚子,都行啊,router点柚子,呃,就是写router点柚子啊,别ap点柚子了,我们就是配置路由就router点柚子啊,柚子谁呢,柚子比如说这里边 呃,默认情况下,我们让他啊,去加在这个index,对不对,index,然后这里边如果他这里边是enemy,那就这里边来一个写个enemy,那我们他 去加在谁呢,去加在这个enemy模块,enemy模块,然后再接下来,如果他这里边是api,那我们让他去加在这个api模块,那这样的话,路由就配置好了,到配置路由,我们建议大家还是歇配置啊,歇配置这个,就是有这个的啊,就是歇配置 歇配置他,然后再把它放到下边,当然你也可以这样配置啊,这样配置有啥缺点,就是如果你user,如果你index里边还有admy,他就歇匹配他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这样来啊,这样来一下,当然你怎么都行啊 ok,那这样我们这个路由,也就是三大模块就配置好了啊,也就是我们这里边看的三大模块啊,这个我们在上架都给大家架过,我们再来一下啊 ok,运行一下,看一下能不能跑起来,如果能跑起来,那我们再继续配置其他路由啊,这里边localhost一个三线走 ok,没问题啊,虽然乱码了乱码了,我们应该知道这里边是因为我这个统一的编码有问题啊,这个一下就忘记改了 赶紧改一下啊,改一下,ok,重启,重启以后我们再来一下,走,后台首页啊,这里边输入admy,切菜首页啊,切菜首页啊,输入admy,然后这里边是什么呢,admy,找到了 后台管理,对吧,如果输入一个api,他是不是就加在我们对的一个api模块,对吧,一个api接口啊,这就是三大模块就配置好了,配置好以后,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这里边还有谁呢,还有我们这个 后台啊,后台,那后台的话,我就在这儿新建一个,我们叫 enemy啊,enemy,然后enemy里边呢,我就复制啊,直接就复制了啊,enemy里边有谁呢,我们首先,呃,有这个比如叫longi,啊,一会儿要配置了,logi,还有enemy里边,呃,有,有我们这个,呃, user啊,user,我们首先配置这几个啊,那longi的话,这里边呢,就斜盖,那就是什么呢,登录啊,就登录, 然后user的话,user的话可能比较多啊,user这叫,呃,用户,用户管理啊,用户管理,当然我们先配置这么两个,会都用到其他的在配置啊,然后这里边来几个,比如叫add,那叫增加用户啊,增加用户啊, 然后这里边叫一个,呃,叫什么呢,叫edit,这叫憋迹用户,然后这里边还有delete,这叫删除用户啊, 行,搞定啊,搞定,搞定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这个login,login的话有登录啊,先就登录啊,待会我需要这个登录页面,那再接下来我们在enemy里边,相当于我又要做这个路由的一个转发了,对吧,啊,如果斜盖呢,就后台管理, 如果这里边啊,如果router.use,现在就是,如果你能匹配到它的一个,比如叫斜盖,login,那我这时候我要加载呢,是不是加载login这个模块啊, 所以一样的,我们首先引入模块啊,在enemy里边引入模块啊,就在我们上面引入,那就是不叫index了,叫我们登录模块,登录模块呢,就直接它倒水呢,到.enemy下面的这个登录, enemy下面的这个登录,enemy下面的login啊,没问题,然后这里边,让它去加载我们这个路由啊,然后再接下来再配置,router下面的水呢,user, 就如果有个enemyuser,那我这时候就加载这里边的user模块,OK,那这时候我们又配置好了啊,配置好了,这就是路由的一个层级,也可以说路由的切套,我们就搞定了啊,搞定了,那我们看一下啊,走一下,然后这里边,首先来个enemy,enemy叫后台管理,然后这里边来个enemyuser,走,用户管理,然后enemylogin,OK,这叫登录, 然后这里边enemyuser,下边的user,user下边的add,这叫增加用户,行,这个路由就配置好了,对吧,路由就配置好了,配置好以后,接下来我们要实现什么功能呢,啊,我们要实现,下边要加载这些漂亮的模板,对吧,要把我们后台管理系统的架构给大家起来,对吧,啊,那这就是怎么实现呢, 那首先大家要想想,我们要用到这个什么呢,呃,要用到血染模板,那就是我们要用到我们写边是不是学,学过的模板以前啊,模板以前我们学过egs,也学过这个art tablet,对不对,所以我们这里边我们就啊,用这个,当然这个art tablet的性能比较高,所以我们用卡啊,学他,然后再一个,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静态,就是这个不是叫静态一边,就是后台管理这个架构,这个页面里边是不是要加载静态资源,对吧,那加载静态资源,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模式的模式的模式, 这就是我们要配置什么东西呢,叫一个叫kowa static,配置一个静态web服务,对吧,所以我们一个一个给大家配置啊,我们首先呃,配置什么呢,我们首先配置这个kowaart tablet,那这个大家还记得怎么用吧,这个啊,不记得我们给他给他吧,或是npmgs来一下啊,我们找到这些模块看一下,首先看一下kowaart tablet的这个模板以前怎么用,点开,点开以后肯定啊,这个模块第一次需要安装啊,那这里边其实我已经安装过了, 就按照他俩,然后第二步我们需要引入,这个kowaart template,然后再接下来配置,它这个呃,配置,现在有点类似于配置中机件啊,当然这里边不叫配置中机件,那这里边就首先第一步啊,稍等我把这个都去掉 第一步引入啊,这里边我就写成这种格式啊,写这种格式,然后接下来,这下来一下 啊,引入我们这个render啊,render 引入,引入以后,然后接下来这里边是不是再把,把我们这句话拿过来,叫render app,这表示配置我们这个呢,模板引擎啊,叫配置模板引擎啊,配置模板引擎,然后这里边啊,配置我们这个,呃, 啊,kowaart template的模板引擎,然后视图,视图在哪呢,视图在vios下边,那就在这儿 当然这里边它用到谁呢,用到这个pass模块,所以我们接下来还要引入这个pass模块啊,pass等于require require,我们这里边这个 require,require pass模块啊,行搞定,搞定以后,然后接下来这里边,我们后置名叫html啊,我们同意起来,然后这句话,debug,你可以就按照这样,呃,这样写也行,或者你配置成, 啊,forse或处都可以啊,就是这里边表示,我们这个师傅挑事啊,师傅开启挑事,这就模板引擎就配置好了,OK,模板引擎配置好以后,我们写render一下,看到底对不对啊,啊,比如我在vios下边,我写一个叫,啊,叫index.html,我们这边写个,啊,哈哈,随便来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比如admin下边的这个user,user在这儿,对吧,我们看能不能渲染这个index,怎么渲染呢,通过context,啊,avit,啊,avit加上去,aw,avit一个, context.r, render,render到水呢,render到index,OK,搞定,那我们看一下模板引擎有没有配置成功,如果配置成功,那我们再继续啊,走一下,大家看一下,那就是我们点击到这个user,user上的,走,哈哈,是不是出来了,啊,这就是我们刚才那个,哈哈,也就是在哪呢,在模板里边,在这儿的,对吧,不幸的话,你看我们来个h1,走,保充一下,走,啊,这就是我们这个模板引擎就配置好了啊,就这样配置, 大家回头有些模块啊,啊,就是不记得,或者忘记了以后,你只要拿到模块名称,那我们在npmgs去找,看他官方文道怎么用,要学会看文道,对吧,那这样就搞定了啊,这个搞定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还想在这个里边是不是引入css啊,比如这儿引入css,对吧,那静态资源要放在哪儿,是不是要放在public或static目录,对吧,那这种又要用到我们哪个东西呢,要,要加载静态资源,我们是不是要有个coastatic,对不对,是配置我们这个静态外服啊,啊, 那coastatic也是一样的,忘记怎么用,把它先找到,找到以后,肯定第一步也是安装,安装完成以后,第二步引入,引入以后,然后接下来通过这个,通过一个app.use,啊,use我们这个,呃, coastatic,然后指定我们对那个目录,那就搞定了,所以这里边我们已经安装过了,安装过了,就直接拿过来了啊,拿过来,那就是这儿,就是这里边已经安装过了啊,所以我直接用,就在这儿引入我们这个,什么呢,coastatic,也叫static,引入以后这里边叫,配置啊,静态资源的中介介啊,配置,配置的话就是直接把它这句话拿过来,就是app.use,app.use, 然后这里边写个什么东西啊,写个static,然后第二个内幕,表示我们当前目录,当前目录,下边的谁呢,当前目录,下边的public目录,行,那这时候就搞定了啊,就搞定了,啊,搞定了,这叫配置静态资源的中介介啊,那配置好以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哪呢,是不是在index里边引入这里边的css,比如说我们先引入一下啊,因为一会儿我们直接来了,有些同学可能跟不上啊,比如说basic basic.css,ok,然后这边写个body, 然后来个background,一个bac,grou,grou,grou,ng,background,一个rend,啊,写对了吗,bac,grou,ng,写对了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在这儿引入谁呢,啊,引入那个样式叫link, 然后这里边写个叫 直接写个basic 一定要注意bsic 点一个css 要注意一个路径 这个我们一起说过 然后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下 但是刷新没效果 应该干什么呢 是不是重新启动一下 OK那还没效果 还没效果 我们看一下到底哪里写错了 看一下这个样式有没有加载 刷新一下 css没加载 open in new type 你发现他找到了谁呢 找到admi下面的basic.css 为啥会找到admi呢 因为你这边是admi user 下边对不对 找到admi下面basic.css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怎么印入呢 我们在前边加个写杠 表示他相对于我们这个什么 相对于我们这个根目录 相对于我们根目录 那这时候就找着了 找着但是没样式 这时候就找着了 你看 找着但是我们这边写错了吗 这是 background read 来我们再重新写点 叫he 是不是这个单词写错了 basic啊写错了 background的一个read啊 写错了 是写错了啊 然后再重新来走 啊 ok 是不是就实现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叫什么呢 前边学的啊 这个模板以前 科娃这个呃 科娃art template 以及科娃stated 这个模板 以前中级界的配置啊 那行 那大家仔细看了啊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又相当于复习了一遍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要实现啊 实现 类似于我们这样的功能 对吧 那这个怎么实现 仔细看 很简单啊 很简单 那像我们这个呃 在开发这个后台管理系统之前 其实前端应该已经给我们写好这个静态页面了啊 所以我这个静态页面 我就不一号一号给大家敲了 那这里边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叫bootstrap的后台啊 管理系统的模板 那这里边就是这么个页面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页面放到我们的项目里边啊 就这样一个页面啊 这样三个页面 当然这是我整理出来的 对吧 三个页面啊 这里边他还有他还 就是移动段 移动段 他这边也给你也给你有兼容 对吧 也有兼容啊 这是首页啊 这里边还有列表页面啊 列表一面啊 还有什么页面呢 还有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增加数据的一个页面 增加数据页面 还有这里边这个登录的页面啊 登录的页面 那这里边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写好了 写好以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想的把这个静态页面啊 然后结合我们这个路由放到我们这个后台管理系统里边看 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如何去实现它啊 看一下如何去实现啊 就在我们这个项目里边 那我把全部都关闭啊 我们接下来要要相对把我们这个静态静态的页面 要和我们这个项目结合 对吧 那首先的话 我们拷贝什么呢 稍等一下 我们拷贝这里边的对应的 atml页面对吧 那首先登录页面登录页面呢就是放到vios里边 但是要注意我们这个项目有什么呢 有前台有后台对吧 所以接下来这个vios我们应该怎么玩呢 我们这里边应该这样做啊 你看我这里边应该这样写 我这边写个anemy对不对 然后你这里边后台呢 你就放到后台里边 那anemy里边 那我们这里边稍等啊 我把谁拿过来 我首先把登录页面拿过来啊 anemy下面可能有登录 那anemy下面还应该有什么文件简呢 这个我们以前也给大家说过 有user对吧 是不是有user文件 那user里边有谁呢 是不是有这个user list以及user add 对吧 行我就写配置这几个啊 写配置这几个 我们看一下如何让我们对应路由来加载这个模板啊 这就是anemy就搞定了 呃 什么这个叫atml就搞定了啊 html搞定以后 这里边你看一下 html还加载了谁 是不是加载了静态资源啊 是不是加载了这些静态资源 对不对啊 加载静态资源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得把这个静态资源 拿过来放到哪 是不是放到public下边 对吧 放到public下边 放到public里边以后 你要注意啊 当然这里边东西比较多 它这里边又可能分为我们这个前台和后台 我先把basic写删掉啊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又分为前台和后台 对吧 所以我这里边后台的资源 我这边就写个adme 这表示后台的资源 然后回头前台资源 我就写个index或default 那这样我前后台的css下对 是不是又分开了啊 要注意这个项目啊 你看我们这里边封的很清楚 对吧 哪些是前台 哪些是后台 我们要封清楚 比如views回头 是不是还可能有 有这个dfault 这是不叫前台的这个静态资源文件 对吧 然后这边叫后台的啊 当然我刚才把这个谁呢 把这个给大家备份了一下啊 备份了一下 就我们在写之前 给大家备份了一下 那这样我们就复制好了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人家的静态资源 就是atmelscssgs 放到我们的public目录把人家的摩拜放到我们对应的一个 未有视图里边 那这样就搞定了 搞定以后 接下来啊 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登录页面那么的实现啊 就是我们刚才的话 这里边是怎么运行的 我们刚才是这里边叫admi下边的 login 他直接返回登录 那接下来我们admi login要加载谁呢 我要加载对应的这里边的这个login页面 login页面 那大家看怎么实现啊 所以我们之后再找到谁 是不是找到我们这个路由 路由里边找到admi下边的对应的login 对吧 login在这 是不是要血染磨码疫情啊 那就是叫context的点 Render Render谁呢 注意Render谁 一定要加avit啊 稍等一下卡住了 加上awawit啊 awawait啊 要把它加上去 加上去以后 Render Render谁呢 是不是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Renderadmi下边的 这个 叫login对吧 是不是叫登录啊 OK 把它挖过来一放 挖过来一放以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 在干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再重新运行一下 看一下到底能不能加在我们这个登录页面 仔细看运行一下 走 加载出来了 OK 没毛病 加载出来了 但是乱了 对吧 为什么乱了呢 这里边CSS路径不对了 对吧 因为你从人家那里边付出过来 我们是不是还没有改对应的 这个什么呢 对应的这个 CSS支线目录 对不对啊 那怎么改呢 大家就要注意 怎么改呢 那前边 那你这个路径到底怎么改啊 就是你这边到底怎么写呢 对吧 这个路径 那这边写个enemy 对吧 他这边是不是叫enemy啊 那我们静态资源 静态资源 是不是配到public里边 对吧 对不对 你看啊 我们精彩资源在这 配置到public这个目录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里边怎么访问 他能访问到呢 比如说我这边 呃 这个资源 你看我open in new tab 看怎么访问啊 他属于enemy一下这个东西 如果我这里边这样访问 他是不是就能访问到了 对吧 所以我们引入的时候 就是如果他这个地址变成这样的 也就是我们longi里边 如果变成这样 他是不是就可以访问了 啊 就这样就可以访问 就是把我们这个改成enemy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小的 当然这样还是访问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项目 是个层级路由 层级路由的话 他相当于就是个 就是个有二级目录啊 有点类似于二级目录 所以你这样引入 你open in new tab 它是什么呢 它相当于enemy 现在的enemy 对吧 所以呢 这又怎么弄呢 那之后我们可以加个斜杠 这是一种方法 加个斜杠 加个斜杠 斜杠的话就表示相对于谁呢 相当于我们的根 根 什么叫根呢 是相对于我们这个根 一定要注意 相对于这个根啊 你比如说再来一下 稍等啊 我们这里边再输入 enemy 下边log 走 那这时候他就ok了 那这就ok了 就是我们这里边 直接给他下边加个斜杠 他就表示相对根啊 但是我们回头 建议大家写的时候 不要这样写啊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这个二级目录 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所以我们想的是 你请求之前 我们能在前边加个什么呢 加个什么东西 是不是加个玉米啊 加个玉米 也就是加个这样的东西 那这样是不是 它改成一个什么路径呢 改成一个绝对路径 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发问了 对吧 所以接下来 你看我们怎么弄啊 就这个地址 我们可就不能写死 对吧 我们想的是 动态从这儿获取 那怎么获取呢 仔细看了啊 仔细看了 那这时候我们就找到 找到我们这个enemy啊 找到enemy enemy找到这儿以后 我们在这儿 配这个中阶界啊 配置中阶界 配置中阶界 然后获取URL的地址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我们怎么写呢 通过router.use 然后这里边来一个 叫async async 然后这里async 来个context 这和我们一起一样 配这个中阶界 那接下来我们就打印一下 这个context 看它是个什么东西 对不对 看它到底有啥 仔细看啊 那之后我们就在enemy这里边 就你经过enemy了 所以它这边会打印 打印出来这么多东西 对不对 那这这时候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host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这边通过一个 叫context.request 对吧 request.hader hader下边的 host 那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打印出这个这个lockhost的三切 对吧 走 啊 能打印出来 对不对 对不对 能打印出来以后 那接下来就简单了 我们可以干什么呢 我们前边给大家学过叫在我们这个模板引擎配置 学局的学局的可以说变量 对吧 怎么配置呢 我们通过context.sta state啊 context.state 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叫 叫一个 杠杠 i-h-o-s-t 当然我们参考后台的语 啊 这就是一个变量名称 我们就写杠杠host 等于谁呢 等于这里边我们 要注意加http 反斜杠 然后拼接上我们这里边的这个 谁呢 就这个context.request request.host ok 那这个句话表示明了 表示就是你把这个杠杠host 就像一个绝句的杠杠host 啊 然后杠杠 把它给share到哪 share到我们这个模板引擎里边了 share到模板引擎里边 那接下来这边就好办了 我们这里边绑定数据啊 绑定数据 就是杠杠host 就这么个意思啊 当然我是参考后端的一些语言 啊 给大家写的这么一个 类似于绝句的这样一个变量 表示获取我们这个什么呢 啊 获取我们对应的这个 一个预啊 那接下来我们重运行啊 看到对不对啊 我们这说admin login走 他告诉我404啊 这里边报错了 报错是因为什么原因 想想 配置中介界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配中介界 你这里边肯定404了 对不对啊 我们这里边要注意 这里边有个 啊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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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注意啊 然后这里边写一个叫aw awawait 然后next 就是匹配到这个中介界以后 我们给绝局设置个这样一个host 那绝局设置host 那你在模板引擎里边就可以用我们这个host 那能用host 我们刷信一下这个代码是不是就出来了 对吧 那这时候你看右界看一下 就在这 现在给我们生成这么个东西 啊 这就是我们续染 谁呢 续染我们这个 呃 续染我们这个 登陆的一个模板啊 登陆的模板 然后这里边这个业证码的话 我们讲到业证码再给大家说 nots s怎么生成这样一个业证码啊 那先 那这一讲的话 我们就先讲到这啊 这一讲时间比较长 然后下一讲的话 我们再继续把谁呢 把我们对于的user里边这些页面 再给大家写出来 包括我们给大家实际一下 我们这个呃 模板的一个风铃 什么叫模板的风铃啊 比如说公共的头部 风铃出去 公共的底部风铃出去 这叫模板的风铃 然后这讲大家 主要注意一下呢 就这里边有这个 gagghost要知道什么意思啊 这个我们在讲egs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叫绝局配置 我们这个什么呢 绝局配置 我们这个变量啊 绝局配置变量 就你在这一配置 我们其他的模板引擎里边 都可以用这个gagghost 就这个意思 行 那这一讲 先讲到这里啊